好的 早安 先来看到美日菲林秀首都在华府召开了三方峰会之后呢 菲律宾总统萧马克是 他在美东时间12号是参观了美国国防部所在地五角大象 那么是由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他亲自接待 一起来看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他重申拜登在美日菲林导人 会议的讲话指出呢美国防卫菲律宾的承诺是坚入磐石 而中非现在的南海的争议还有纠纷也很有可能会触及到中非的共同防御 不过呢美日菲峰会的声明涉及到东海南海还有台海的部分 很显然只是引了大陆非常不高兴 因为大陆外交部还有国防部在12号都纷纷对此表达强烈的抗议 那么刚刚提到呢11号在华府登场的首次的三方峰会 当时呢拜登他在开场白的时候 他就直接重申美国对于日菲这两国同盟的承诺是坚入磐石 并且呢三方是关切大陆在南海的一些行为 而且呢其实在他们开会的这个时间点在往前推一天 在三国领袖开会的前夕呢 美日奥飞四国共五艘的军舰 他们7号的时候才是声势浩大的是在 菲律宾巴拉旺岛西北近海的海域来举行演习 那么这一系列呢包括开会啊还有演习这一系列的举措 都被外界认为这剑指的就是中国大陆 但没有想到他们原本呢可以看到他们声势浩大举行军演 但没想到四国海军不到一天就结束了这个连演 仅仅一天的临演时间不免是有一点点尴尬 毕竟都出动了这么多的军舰 那么外界都分析多国的分析就评论认为 这个是因为呢在四国他们巡布临演之后 当时7号呢大陆解放军的南部战区 他们同一天的上午 他们也随即的发布了这个预告说 南部战区他们在南海海域要战备巡航 而且呢是持续的加强在上述的海空域巡逻 那么在大陆的整体实力超过了东盟国家 他们加起来的战力的这个情况之下 所以呢四国才会早早收兵 因此就被外界认为呢 美日澳飞他们只是临时性的编组 那么就在三方峰会举行的同一个时间呢 除了这场军演以外 美国在第一岛链持续的联合盟邦举行的军演 还包括了美国海军是在第七舰队呢 是在12号他们又宣布 美日韩海军从11号开始 会在南海激州岛南方的公海海域 进行两天的海上联合军演 那么这个演练项目就包括了 海上通讯作战 海上拦截作战训练 空战演练 还有人员交流等合作 另外还包括了要应对北海的潜舰 还有潜射的弹道 飞弹这个水下的威胁等 来进行一个反潜演习 位于在中国 那么这一次三国联合军演 是由美国的航空母舰 罗斯福号来领军 加上美国的三艘驱逐舰 一共美国出动了四艘 还有一艘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的护卫舰 一艘韩国的驱逐舰 一共总共是有六艘的水面潜艇来参演 那么美国的海军刚刚就强调了 三国的联演是海上军演 这个是重申 加强印太地区的安全稳定的一个承诺 来展示他们盟友之间的整合能力 还有合作能力 宣誓美国海军 韩国海军 还有日本海上自卫队 他们现在已经准备好 是要面对所有的一些 在这个地区的突发事件 那么尽管并没有透露 是不是有水下的兵力 但是要知道在冀州岛 南方公海海域来军演 其实这个意味 一方面就是要来威褶中国大陆 另一方面其实针对的就是北韩 那么像是南海的军方 就直接点名这个演习 确实就是在准备好 三方是可以因应北韩的核武 还有飞弹威胁 不过当然大陆他们也不甘涉入 大陆的辽宁海事局 同时间他们就发布了航行警告 指出4月12号到5月31号 一个多月的时间 会在渤海的部分 这个海域部分来进行决石演习 反枪的意味是相当浓厚 那么谁去再来看到 一方面美方可以看到 是威褶中国大陆还有北韩 那么在北韩方面随着美国还有盟友 是持续的加强力道维度 大陆和北韩呢 其实他们也越走越近 关系也越来越近 还有互动呢也是相当频繁 大陆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 他11号到13号就访问北韩 那么南韩的学者就指出了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他今年下半年访问大陆呢 已经成为一个定局 那么赵乐际他在抵达北韩之后 是和朝鲜劳动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崔龙海来会谈 根据大陆外交部指出 赵乐际和崔龙海他们在会谈的时候 就表态了大陆愿意和北韩一道 落实两国最高领导人的重要共识 以中朝友好年的活动为一个契机 密切的高层交往 那么双方也就现在 就现在这个国际趋势 国际这个区域的一些复杂情势 来讨论交换他们的意见 那么韩领导人就指出 赵乐际他这次访问呢 很有可能就是要为了筹备金正恩 将访问中国大陆 那么同一个时间呢 其实美国日前也派遣了B-52的轰炸机 还有三名的驾驶员 从美国起飞前往朝鲜半岛的附近海域 执行了长达33个小时的任务 那么期间呢 还和他的盟友日韩两国的战舟机 一起执行任务 整趟下来都不落地 最后呢是直接飞回了美国本土 美军三名驾驶员驾驶B-52轰炸机 展开一场为期33小时的任务 美国媒体CNN同时派出记者陪同 独家报导这场史诗级任务 B-52是美国最主要的战略轰炸机 翼展56.4公尺 长48.7公尺 高12.2公尺 从上世纪50年代持续服役至今 而这趟33小时的任务 从美国本土出发 飞过阿拉斯加俄罗斯东海岸之后 经过大陆北韩附近空域 在不落地的情况下 与韩国日本的战斗机编队 联合执行飞行任务 完成后再飞回美国 期间有三名驾驶员轮流驾驶 本次任务横越半个地球 途径大陆家门口 同时也对俄罗斯北韩等国家施加压力 值得一提的是 执行任务的B-52 于1961年制造 比驾驶年长数十岁 依然饱到未老 美日韩三国近日举办的联合训练 核子航空母舰也参加演习 这场演习是去年定例的 多年训练计划之一 目的是增强日韩两国合作 共同抵御北韩与大陆 日渐升高的威胁 记者程式电站安报道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 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